台北股市在国庆额播完之后 礼拜四的时候大跌 这个跌的幅度相当的重 指数呢 一向子连关键的7500都跌破 跌到745亿 在基础线景上面 它变成了一个上一波过关之后 拉出来这一波的格局 拉回来变成来测 上一波在7400 7500这边的景线去 这里大家不要太过恐慌 我觉得股市在今天一口气的这种基点 它有好几种不同的因素 首先第一呢 国际我们修市的时间 其实国际股市是下跌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等于累积了两天的漫压于一天 那第二 台北股市的投资人本来对政府的信心度就弱 那又感觉到是好像 民国101年的国庆 台湾是不是 没有对未来的前景 有一种乐观的期待 所以在这地方打一个问号 宏达电的数字不好看 那这个之前所公布转 在这连续两根底定板 要化解宏达电这股卖压 靠的是谁 靠的是电子 电子靠什么 第一 靠我们的股王 大力光 大力光今天告诉我们 它收出600块 它能够逆势上涨 第二 靠原本这一波起涨点拉上来的时候 靠的是谁 IT设计三件客 今天连续八颗成星 以及F股瑞 三大股票都涨 所以你不要小看 这种股票所代表的这股活力 IT设计是台湾最大的族群 我认为这个部分 如果能够继续再走稳下去 那今天也就是一个讯号 应该可以化解掉 同大点不利的那一面